我们多次约谈了台农跟信心的业者 他没有办法提出完整的单据交代相关的流向 专业标示不实的进口弹流向 高雄市府卫生局大动作开记者会公布追查进度 调查显示从今年三月到九月 席选厂信心和盘商台农向中央续产会 买断828.9万颗进口弹 扣除两成运送耗损 剩余的663万颗席选弹出厂 但其中238万颗流到大型通路商 剩下的425万颗却流向不明 卫生局认为两家弹商交代不清 再度祭出重罚 高雄市卫生局10天内火速对台农开罚4次 累计金额680万元 信心也被罚了两次 总计罚450万 也在9月13号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 自从自爆帮农业部背黑锅 淡商图案财多次发言屡屡投下震撼 如今因为进口弹争议卷入官司 图案财封口不再回应 但进口弹效棋关乎国人食安到底流到拿了 还是得交代清楚 进新闻综口不倒 立刻下载进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